巴黎奧運與無球何冰嬌女單紮銀一個舉動獲大賺,簡直是天使,巴黎奧運與球女單決賽,中國選手何冰嬌已二致零不敵韓國選手安世英,獲得銀牌。 然而,何冰嬌在頒獎台上的運動精神和法治肺腑的姿態贏得了許多人的心。 何冰嬌的舉動被觀眾和與無球愛好者形容為他簡直就是天使,凸顯了同理心和體育精神在奧運會上的重要意義。 儘管未能獲得金牌令人失望,但何冰嬌體貼的舉動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,象徵著體育中尊重和友誼的價值。 他的行動提醒我們,不僅要爭取勝利,還要對運動員表示同情和支持,體現了奧林匹克精神的真正精髓。 四強戰時,馬連在領先一局之下失蓋受傷,之後大上護室嘗試再戰,但表現明顯受到影響,終要退賽,這名西班牙球後倒在地上抱頭痛哭。 場面令人心碎,之後何冰嬌與他擁抱送上祝福,其實在馬連最初受傷倒下時,何冰嬌已上前為民。 馬連因相退出,何德爾進入決賽,卻未有因此展現歡顏,賽後更落淚表示,馬連讓我帶著他的一份加油。 決賽面對安洗營,何冰嬌已下午1點21分,下午4點21分落敗,暫常頒獎台時,他一手拿著銀牌,另一隻手警拿著一個小小的西班牙徽章。 賽後記者會上,他為此解釋,我頒獎時大的徽章,是西班牙奧委會的一個徽章。 內地網民紛紛為此稱讚何冰嬌善良,簡直是天使,貫徹落實友誼第一比賽第二。 韓國網民亦稱讚何冰嬌具體育精神,他肯尊重他人,讓人對他非常有好感。 這就是奧運精神的意義,感謝你的觀看。我希望你覺得這個影片內容豐富有趣。 如果你喜歡所看的內容,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,以隨時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內容。 我有各種播放列表,涵過廣泛的主題,因此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的內容。 透過訂閱,你將第一個知道新影片何時發布。 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後的影片中介紹任何問題或主題,請隨時在下面發表評論。 你的回歸有助於我創建適合你的興趣和需求的內容。 我喜歡聽取觀眾的意見並重視你的意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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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